當然有非常多人是希望 除了基隆市民希望自己的市長可以保住以外 更多藍營的民意代表 他們希望市長謝國良可以守住這一線 因為如果守住了這一億 接下來2月1號的大罷免時代 是不是也跟著就這樣子把他悶下去了呢 那不過大家提到了最近因為跑票 而備受藍營支持者罵爆的羅庭偉 那到底他有沒有可能會成為罷免的第一槍 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吳子嘉董事長他直接斷言了 說無論羅庭偉他的罷免案怎麼樣 他更要提到的是羅庭偉的2028 已經沒有連任的機會必定會落選 他說幾週前他有去台中拜訪盧壽燕市長 當時對於盧媽媽市警說 你們這一批台中市的立法委員2028選舉時 恐怕會遭到團滅 他更要提醒羅庭偉會選上立委 是有民眾黨在裡面也幫忙出了一些力 現在可以看得出羅庭偉 他認為是比較沒有出席的 下次立委選舉如果回到藍綠對決時 羅庭偉就沒了 漢田議員你怎麼看 就包含了這F2都有被點名 像是之前也講的賴偉翔的選區 因為其實也是相對比較危險的 那無論有沒有辦法挺過罷免或是有沒有被地方發動罷免 但他們認為2028連任之路都是相對比較難得 先回覆一下就前面了 就是在聊到說大家一起去基隆吃小吃的事情 突然覺得這是個好主意 對吧 應該就趁這個機會要發起挺涼的觀光產業鏈 然後基隆也可以有一個自己的IP 美食地圖 可能現在已經有 只是我不知道 那我認為這方面還可以趁機多多宣傳 就是如果這是一個觀光的行程 怎麼樣從早到晚 或者如果你是從台北出發 從哪邊出發 有一個觀光的行程 那比如說國民黨的這些資源的朋友 就不僅僅只是當天可能到菜市場 或者是到街頭宣講 而是可以走一趟這個觀光的行程 然後告訴大家基隆這邊 有什麼好吃的 有什麼好玩的 有什麼好看的 這樣一來可能效果會更加的加倍 而且這一趟行程下來 可能搞不好比你請單純的網紅來代言行銷 更加有效果 對吧 他宣傳他的施政 但我們這邊不僅是宣傳在地的美食跟觀光 或者是旅遊 而且還順便介紹了 告訴大家你看基隆市長在這邊多好啦 而且跟在地這個商家溝通的過程當中 也能夠繼續的為謝國良來增加正當性 或者如何趁這個機會 來發展自己基隆的相關IP 或者能弄個什麼形象 我認為都是在這個階段 可以順水推舟 做出這是一個好的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說到了2028年 那到底國民黨這些台中的立委 是不是就會就此崩盤呢 我認為目前這樣斷言太早了 延遲過早了 因為還會發生很多事情 而且我相信過了四年之後 大家可能也早就忘記 四年前立委投什麼票了 而且是某一次的 也程序委員會的一個投票 而且還是在某一次的程序委員會 大家早就已經忘記了 你能夠記得清楚 四年之前國民黨投什麼票嗎 你也不記得啊 那難道這四年以來 國民黨每一個都沒有跑票的嗎 也不是嘛 那你最後還不是投票投給國民黨 對吧 所以這個都言之過早 那當然羅廷偉呢 本人跟他也是有一些交情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做出這個事情 但是現在呢只要 翻然醒悟 未來繼續努力 重點是將功折墜 那我相信未來當然還是大有可為啦 那至於會不會得到更多 這個所謂的民眾黨的支持 我認為整體還是要看大局 但接下來就是說在這一段期間呢 他必須要有更多打綠的表現 而且好險這一次呢 是整個的投票 其實就是不差他這一票 不差他這一票 如果差他這一票的話呢 那可能就會被罵得更慘 而且因為他還是國民黨黨籍的 不是說民眾黨的 那民眾黨的跑票 那本來他就沒有必要跟國民黨 隸屬同一個陣營 但現在民眾黨都不跑票 民眾黨都支持 那你還沒有跟著藍白一起投票 顯然的就會被大家 有所抨擊 所以接下來至少在一年以內 半年以內的時間 他必須要展現出 更多打綠的政績跟成績 也能夠算是某種程度的贖罪 懺悔 或者呢就光道歉是不夠啦 那當然啦就他選區的狀況 不是很清楚 但至少全台灣 或說藍營的支持者 自然而然就是希望能夠看到 他更多打綠的優良表現 但據我所知 我覺得他其實不太需要那麼害怕 因為我知道他有聘請到一個前林佳龍的 類似像是顧問啊 還是什麼的來當他的一個 當初競選的重要人士 也就是說他可能接觸到一些比較多 綠的這種幕僚 那綠的幕僚當然就比較會告訴他 我們綠的就很不喜歡這個啦對不對 你就是要謹慎 這種話呢就是聽聽就好 而且他是前林佳龍幕僚耶 請他來這邊不是感覺好像有一種 可能在選舉的時候 能多拉幾票是幾票嘛 這個都可以理解 那我不知道就是說 如果會有一些綠底的人 然後來建議你 這個我們綠的不是很喜歡啊 你可能要怎麼做啊怎麼做啦 這個呢在選舉的時候 固然有其重要性 但是呢在更多大是大非的選擇上 其實真的就是聽聽就好 因為罷免的這種事情呢 就沒什麼好怕的啊 對吧 當然因為我不是當事人 你可能覺得說你這個站著說話也不腰疼 但因為既然是藍綠對決 所以你不管怎麼樣的清香綠 綠的也是不會支持你 而且據我所知 就其實羅天偉 我認為他在地方扎根還蠻深厚 還蠻強的呀 還蠻強的啊 因為他在當議員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屬於自己很強大的 臉書地方型的社團 而且呢在地方也會舉辦很多的活動 跟很多的小朋友啦 家長啦也都很親密的都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對自己 有更多的自信 然後接下來繼續展現打綠的力道 那這樣子下一屆連任才有機會 我看到很多官員朋友也願意給他機會 就是說起碼他願意立刻出來道歉 並沒有硬拗啦 還是給予肯定 那也許年輕人走錯了一步 但希望之後呢 能夠想得更透徹一些 也許就看參透了喔 感謝他與專家的抖內 他說廖偉祥是他的選區 其實連任應該是蠻穩的 那他認為羅廷偉的這一區就慘了 因為是老台中市裡面最綠的區 那邊是舊市區 他用一種比喻方式 那邊就像是台北的大同跟士林喔 那這是他舉的例子 感謝大Vinci的抖內 吳子佳就是比較不準的綠營民調 2024他的封關民調準確度超差 遠不及TVBS跟聯合報 不要跟我說他未公佈的封關後民調 那種馬後炮他也會說 那他說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我們這些偏藍的媒體這麼愛這個人啊 那2028台中立委有盧秀燕可靠 不要聽他們有些人在胡說八道 感謝潘艾斯的抖內 綠營人士就像考不及格的 檢討別人沒考滿分 感謝觀眾朋友不同的意見分享喔 那對 我要延續這個議題說 議員我要請教一幾件事情 像是學者潘兆明他的解析認為說 台中至少有兩個選區就會面臨罷免危機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羅廷偉跟廖偉翔 他說綠營因為要搶回立法院多數的優勢 所以刻意操作罷免的議題 瞄準台中為突破口 選了一個新人立委羅廷偉廖 為目標 未來應該真的會提起罷免 但昨天亮哥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還有跟我講到 他認為民進黨的一些策略上面 第一個哪三種人一定會被罷免 首先當然就是自己 可能有一些官司產生 有一些問題的 或者是票數相當近的 又或者是在綠營裡面仇恨值高的 藍營的政治人物 他認為這三種才符合 所以他說其實他認為每一個縣市 也許就大概提個一個兩個 那台中的話他認為綠營盯上了 就是嚴寬恆 應該還輪不到羅廷偉 這是亮哥的說法 其實我們再仔細想想看 羅廷偉的選區畢竟他還是有 黃守達跟江趙國之前一起選 難道中央不發動 地方不會發動嗎 我覺得民進黨要玩罷免這種事情 可一不可在 之前民進黨一直嗆說 大罷免時代要來囉什麼什麼的 我就當著民進黨的面前說 你不要搞不清楚 發動罷免兩邊都可以發動 不是只有你可以玩罷免 藍營的也可以玩罷免 不要忘了 上一次當民進黨在高雄 罷免韓國瑜之後 接下來大罷免時代的發動 是藍營的民眾 開始去罷免綠營的民代 包括說王定宇 陳柏惟 黃潔 這裡面當然有成功有失敗 起碼成功了兩個 王定宇跟陳柏惟 王浩宇跟這個 我一直想罷免王定宇 不好意思 這有點難度 王浩宇跟陳柏惟 起碼成功了兩個 所以罷免一定是這樣子 你出了一口氣以後 然後就激起我這邊的義憤 換我這邊又要再出一口氣 所以不是什麼你出一口氣 然後我接下來再一直一直一直 一戰而勝 然後再而結 然後一直這樣下去 不是的 是藍綠的支持者會互相的 會互相的 所以第一戰的罷免是綠營 從這個基隆開始發起的喔 那不管成不成綠營已經發起第一戰了 如果綠營要再發起第二戰 第三戰 欸不要把藍營的支持者 當作吃素的好不好 你以為綠營的民代自己不會喘喔 你有吳佩毅不會喘 你有吳思瑶不會喘喔 他們也很喘的 所以那些號稱那些鷹派 民進黨的鷹派說在台中罷免廖偉翔 罷免這個羅庭偉的 他們在黨內的這個其他的立委 也會喘 欸不要喊了不要喊 顧及一下我們台北市的好不好 吳思瑶跟吳佩宜兩個也是 喘你等的喔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不要囂張喔 那我也要告訴羅庭偉跟廖偉翔 不要害怕 他們 他就是民進黨 他當然就是來扣嚇你的 你為什麼要去怕敵人對你的所有的話咧 他就是他的目的 他跟你講這種的話都是要嚇你的 你如果被你的對手嚇倒 那還有什麼好玩的咧 所以不要因為你怕你的對手的恐嚇 然後你就忘了你的支持者 對你的期待嗎 這是很簡單的 就算他罷免你 你之後你還是要要求你的支持者出來 反罷免嘛 那你這個時候你去屈從他 你去討好他 那你就代表你是可以被勒索的嘛 勒索一次就會有兩次就會有三次 你接下來的四年你要被勒索幾次呢 你為了怕他罷免你 你接下來四年我告訴你有得勒索了 對 你每一次的投票你都要被勒索嗎 那你更慘 你接下來等到他哪一次你說我不配合你了 他發動罷免我告訴你 連藍的都不會出來護你了 因為你已經讓藍的傷透了心了 藍的說不定還出來投同意票了耶 藍綠都不買單 就像那一天國民黨有九席都舉手投票了嘛 贊成退回總預算嘛 那九席都沒有人點名耶 我都不知道那九個程序委會國民黨 其他九席是誰 結果只有你羅廷偉要討好人家的那一席 被點名了 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當大家一起往前衝的時候 大家都沒事 就團進團出嘛 對啊 大家都沒事啊 你一個人突出的結果沒有好下場的 就這樣 敵人很凶狠那就一起往前衝啊 你覺得你躲在後面 別人有事先看別人看看怎麼樣 萬一有人從你後面給你來一槍 那你就是一個人死啊 越怕死死的越快就是這樣子啊 你越可以勒索他下一次就越勒索你 所以這次羅廷偉雖然說受傷很重 可是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 讓其他以後國民黨的新科立委 如果他心裡也會怕的 看到這次的案例以後就知道不能退 不能退 退了以後死得更慘 因為最慘的是被自己的支持者唾棄 而不是被你民進黨的支持者唾棄 被民進黨的支持者唾棄又怎樣 被他支持也肯定也沒什麼 他又不會投你 你被他拍拍手也不見得有好處 他又不會投你對不對 被他拍拍手被他肯定 那一天像林楚英就一直肯 民進黨好多立委就肯定他 說那麼世大局 那個都叫唐醫毒藥好不好 拜託不要稱讚我 對 對不對 他的稱讚就是唐醫毒藥聽聽就好 就算是真心稱讚也不用 也不用開心聽聽就好了 你自己的支持者對你的評價 才是你真正要去care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從真的路上你永遠會聽到稱讚 永遠會聽到威脅 永遠會聽到辱罵 你自己第一個 你自己心裡面要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第二個 你自己要知道你的同伴 你的同志是誰 你要看清楚你的同伴跟同志是誰 是非對錯要分清楚 那我覺得還好因為路還很長 他的立委的任期才剛開始 路還很長 那第一次就遇到這麼大的一個鐵板 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還沒有出大事 就在程序委員會而已 而且沒有造成結果的翻盤 就小逞大戒嘛 那也沒有造成結果的這個 在院會就難看了 對如果是一個重大法案的話 三讀的話 對造成一個不可逆轉的結果的話 那就算你辭掉立委 都沒有意義了 都沒有意義了 所謂的表決 表決就是在看人數對決了 那就是兩軍對壘了 你放棄就等於判變 放棄就是判變 沒有什麼說我只是棄權而已 沒有棄權就是判變 少一票就是少一票了 沒有所謂說少一票還可以算0.5的 沒有這回事 而且沒有什麼好怕罷免的 他可以罷免我 我們也可以反罷免 他可以罷免我 我們也可以在另外一個選區去罷免他的 來制裁 國民黨是團體戰 今天我們就是 黨中央就是要拿出一個態度 你敢罷免我們羅廷偉 我們就敢罷免你的幹事長吳施耀 對不對 要打全面來打 當然黨中央也會給我們的立委這樣的底氣 就是你只要為黨而戰 我們一定會挺你們到底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次當然 國民黨有很多新科立委 他們的政治歷練 剛可能比較淺 然後剛登上立法院這麼殘酷的戰場 然後民進黨最擅長的就是發動群眾 去不管是包圍也好 像之前青鳥 或者是說動員群眾去打電話等等 製造群眾壓力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經過這一次以後 真的庭委他就知道 西辦而行團隊重要 你好不好意思給你講一個更扯的事情 就我們上個禮拜還在講 NCC代理主委 當時時任副主委的翁伯宗 在2022的時候過年贈送了高價海鮮 當時討論的重點在於你一個副主委 你到底要跟誰來搞高官嗎 你送了4萬1千元的高價海鮮送給誰 不管是你本來就不該收禮就算了 你居然還送禮 那送給了誰 而且是由哪一筆錢來支出 當時被爆料就是 有這種廣告媒體公司來買單 那後來NCC特別說沒有 就是我們副主委的特別費來支出 一切都和銷都確定沒有問題了 想不到這件事情還有案外案 因為被發現到那天這個報導出來之後 還真有媒體啊 就是真的有電視台的記者去做相關的報導 那他去訪問到找到了那個海鮮的業者 那當事者魚犯他也承認 確實這一筆是由廣電媒體所買單的 那想不到呢新聞要出來之前 被長官給抽稿 那這個聽說這個夢道啊 坊間的說法是 這是一年代的公司就被抽新聞了 結果被抽新聞原因是什麼 是翁伯仲去申訴啊 說不可以做這條新聞 原來NCC的副主委或現在的代理主委 原來是這樣子用的啊 我覺得很誇張喔 基本上兩件事情喔 第一個 你這一個不管你是用特別費 還是到最後是這個魚飯買單 你只要去跟這種廣電相關的送禮 或收受這些贈品 或請他們來做一個支付 這些東西都是已經逾越了那個紅線 都已經不是灰色地帶的 你直接跨過去嘛 那你今天出來講說沒有啊 我是自己付錢 來你付錢送給誰嘛 你有沒有跟這些廣電的業者 這樣子互動很往來很密切 有嘛 因為電視台直接去問了 結果查出來要播的時候 又被你抽新聞 今天NCC都不用管所有的 在過去很誇張離譜的各種報導 他管的是 我有沒有看到這個翁伯仲在裡面 抽 去溝通不然要罰你 對不對 跟事實不符 跟NCC本身的涉及新聞不符 這有多誇張 多丟臉 多噁心的事情 竟然會在我們NCC的 現在代理副主委 大啦啦的還出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 這個NCC就可以讓大家知道嘛 他正途不做 他基本上都在做一些個人的事情 誰說你涉及新聞就可以抽新聞 我們有時候涉及新聞旁邊 他只打一條涉及新聞而已 對 哪有什麼偷新聞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溫伯仲他本身 他經不起檢驗 因為擔心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大家會抽絲剝繭 繼續追查下去 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奉勸這些NCC的留言 因為你們社會形象真的很差 然後你又硬要卡在那邊 現在又要什麼高級的魚貨 那我們為什麼中秋節不能吃高級的魚貨 怎麼每次都是你們民進黨吃蝦喝辣 每次都是你們應該獨立 應該中立的組織 就算用特別費也不應該送禮啦 因為你是NCC獨立的組織啦 講白了就是這樣嘛 對啊 你其他的不會過年過節要送禮 那沒什麼問題 可是NCC是一個高度需要中立的組織 你現在送禮你適當嗎 你合理嗎 你OK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大家最後的疑慮 另外我真的還是要補充上一段 我聽淑慧姐講 我其實心中我很仔細聽 我心中很多感觸 我覺得五味雜陳 我先講喔 因為程序委員會 不是所有的委員都出席 他是19名委員 然後依政黨比例制來指派 依政黨比例制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不是依照你說 我今天想國防委員會或內政或交通 我特別對經濟或對交通有興趣 或是有專業 他今天就是政黨比例去參加這個 程序委員會 照黨團的決議來執行 所有人都決議 所有人都執行了 你就說你就按照黨團的決議 投票就好了嘛 你在怕什麼 又不是說今天問你個別的意見 那其他八位怎麼不講話 那其他八位投票是投傻子嗎 是傻子嗎 不是吧 因為黨團決議希望來檢討總預算案 裡面不合理的地方 把他退回去嘛 這是大家希望的檢驗啊 那我先講在前面 我只是先講程序委員會 我先講在前面 我也認同小柔第一次當立委 他有他的壓力 要給他機會 我都認同 我們從那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看到蘇惟姐下面藍勾勾 給他支持 給他說過去就算就往前走 我也看到所有的在下面很多藍勾勾 包括我們在內在電視台 各大電視台都幫他講話 可是我真的要提醒啊 我們在場的三位啦 被恐嚇的恐嚇啦 哪一個案件哪個財團的案子 不是兩三百億 大園觀音不是幾百 五六十億起跳SRF場 那巴德的土地不是幾百億 不是幾十億起跳 小塊C不是幾百億起跳 建商1點名1打 管你的在搞什麼 對不對 你的怒登絕對是在小羅的前面 好幾排啦 你不擔心 對市民的利益 就要還給市民嘛 金華城的利益 就是要還給市民嘛 對不對 那我們有怕嗎 你可以依照你的職權 去申請維安加固 都沒有問題 這本來就你的職權 那我們當時候在查巴德的案子 確實在這個 我也謝謝警察同仁 把我們的巡邏頻率增加一點點 那我們照樣檢驗 完全不對啊 你找了多少立委 找了多少台團來講 絕對不要讓你關說嘛 不可能嘛 全部都打回票嘛 全部把這種想要協調 想要和諧 那沒有辦法的 我們就是站在市民的立場檢驗 中間沒有很多有一些黑的嗎 有沒有後面是黑的 叫誰來恐嚇的 當然有啊 臉書的站在市民 每天照三艘 商智金在罵你的 全家罵 不是只罵個人的 那我們 家裡有爸媽有小孩的咧 就不怕了嗎 不是吧 徐曉星被打成這樣 尤書會被打成這樣 洪漢廷被打成這樣 那時候我第一個罵黃珊珊 不是被打得亂七八糟嗎 是要事實證明什麼 證明那時候的提醒是事實嘛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生氣是 你有上過封面嗎 我上過封面耶 被打得亂七八糟耶 被火烤耶 對不對 人家去跟大麻 營運商CEO吃飯 我們去試這個參訪 你打成是五分鐘就被張火烤 有出來喊什麼嗎 有很委屈嗎 有因此就照著民進黨的意思走 就不打了嗎 不可能吧 超時十七億 還不是大家聯手在那邊攻擊 在那邊打 打到現在終於查了吧 就沒有一件事情是 你覺得公道永遠不來的 公道會來的只是他比較晚 可是在他來的過程中 你要抵擋住他的壓力 就是你要面對投給你的選民 你的支持者 你要給他交代 所以為什麼金華城跟士北克的案子 到現在為止 我每一台都挺有俗會 為什麼 他是台北市議員 然後他檢討這些案子 要把利益還給台北市民 哪裡錯了嗎 今天不是在講金華城 或是桃園也有很多鄭文燦的案子 都藍綠白都一樣 今天是救世不對人 鄭文燦 你看趙正宇 我講超多的 這些部會首長 我想問 我其實想問你 你現在有背什麼官司嗎 我們一天到晚出庭 然後原告告我們兩年 從來不出庭 因為原告不一定要出庭 被告一定要出庭 還有還要花律師費 對律師費 一庭就是幾萬 然後九點半一路要開到十點 十點半 桃園開到台北 台北再開回桃園 偵察庭一場一場開 他在問你 細節 你就不管 他給你繞 還問兩個小時 看你心中有沒有壓力 看你回去 敢不敢講 出去照樣受訪 照樣檢驗 我覺得 現在我們在野 賴清德 他就是要用行禪 就是要嚇你 就是要讓你閉嘴 就是要讓你媒體閉嘴 讓你明代閉嘴 那你現在閉嘴了 那當時候投給你的人 到底要做何感想 所以我今天 我們所有人都會給 小羅在一次機會 沒有問題 而且我們也會 跟他一起牽著手 繼續往前走 可是你一定要記得 所有側翼的反串 我支持你啊 我現在不想支持你了 我住在某某街啊 我原本是你的選民 我現在看你這副 就是檢驗的力道 我不支持你了 我去跑婚香喜慶 那個親戚說 哎呀 四可而止啊 不要打這麼大 那你就聽了嗎 殺到底 殺到底 因為明代喔 你的角色就是 把民意之聲發出來 如果你覺得你做的事情 是對的 你就要堅持到底 感謝我們的太語專家的董內 林濤你好啊 我是陶濤愛到立爺 台中許光漢 聽說林濤的女兒很可愛 請問長得像爸爸嗎 對其實很像 可是我這樣等於又在 就變成是在大呼誇 在林濤那一波 對啦長得很像 這樣長得真的像 來漢婷我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原本了解的 翁伯宗 例如5月1號的時候 當時他被爆出來說 他明明就在喊著 要精進打炸措施 這個也是NCC的任務之一 但他自己被詐騙了358萬 大家對他的理解 原本停留在一個 好像就公務員啊 然後可能很容易 被這個傻傻乎乎的 被詐騙等等 這樣的一個人設 殊不知我們對他 有了新的一層了解 就在這半個月內 一下會送高價海鮮 一下還可以直接 跟電視台抽新聞 這才是真正的翁伯宗 難怪這麼厲害 可以做到代理主委 我記得淵幕幾年前 不就說自己 已經要退休了嗎 不僅留下了 現在終於給他扶正了 民進黨這些人 讓人提不起任何一絲一毫的尊重 被詐騙的人 有沒有辦法負責打炸 可能邏輯上不見得 決然沒有關聯 因為他可能 假設擅長是別的業務 但結果發現 你業務上也不擅長 對吧 就你有啥擅長的業務呢 你就是壓自己的新聞 對吧 就你有啥正經業務 目前看不到 然後呢 先前還公然撒謊 然後呢 威脅恐嚇 記不記得 先前藍營在野黨說 我們絕對要封殺人事案 我溫伯宗就講 如果人事案 不通過iPhone16 沒有辦法上市啊 那現在呢 不是照常上市嗎 上市之後又表示什麼 表示第一個 那你溫伯宗公然造謠 而且公然恐嚇威脅 那講的是什麼 鬼扯蛋了 第二個 好吧 iPhone16正常上市了 那也表示你NCC毫無作用嘛 那表示 停止你的人事很正常啊 根本就不需要你啊 你說你 需要你在任的唯一理由 叫做通過iPhone16上市 結果現在證明了 不需要你 iPhone16也能上市 那要你何用 早點滾蛋下台 再來第三個 現在最離譜的事情 哇 送禮 結果呢 還要媒體來買單 你自己送禮 其實本身已經很不適當 因為你是一個公正獨立的 像法官呢 其實他也是要禁止 不僅禁止收禮 在適當的送禮範圍內 也是有所限縮 也是有所限縮的 第二個 那你送禮也罷了 你自己掏錢 你愛送誰送啥 對吧 你要送給自己的爸爸媽媽 送給你的岳父岳母 這個沒有意見 但是你竟然送禮 還要求媒體來買單 是要求你的監督機位 監督的對象 來買單 這就大有問題了 這就是在以權謀私啊 警察可以要求嫌犯出錢來送禮嗎 法官可以要求罪犯 然後呢 來出錢幫他買單嗎 當然不行啊 因為這些人是你的受監管 或是你的受裁判的對象 你如果不幫我買單的話 下次我就會對你不客氣 這不就是媒體心中所想的嗎 那這家媒體可能也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去幫他送禮 為什麼我要出錢買單 我如果不出錢幫他買單 那可能我就會被找麻煩啊 雖然我規模沒有中天這麼大 但我也經不起一次 遭受中天同等級的財閥啊 那第二個 就這家他可能即便沒受到財閥 他可以拍馬屁啊 對吧 那我怎麼樣才不會受到 像中天的待遇呢 我怎麼樣才可以拿到 跟三立民是一樣的待遇呢 幫他出錢送禮 幫他做人情 幫他辦事情 所以送禮只是一個冰山一角 最淺的一層 那請問他有沒有透過這樣的權力 去獲取更多的不法利益 現在找到單據只是其中一家嘛 那如果只有 只有一家 只有這樣嗎 有沒有其他家 只有他家這麼聰明 這家叫什麼 叫做 我們就不要再憋人家了啦 好 這對 上面竟然也沒寫哪一家 他把他馬掉了 對把他馬掉 好不好 只有這家這麼聰明 其他所有媒體都是傻蛋 其他所有廣播公司都是傻蛋 他們都不知道說 原來溫博中 他是可以接受好處的 溫博中是可以接受別人幫他買單的 那大家要趕快一起加油啊 今天你送明天我送啊 這樣好處才不會值給你家 所以只找到了一張單 就只能說目前所發現是如此 那如果只有這個單據 第二個還能夠再說明什麼 就是確實溫博中啊 他這個人啊 以權謀私慣了 所以你在看到後面的這則新聞 哇 要報導這個相關新聞啊 竟然會直接被他施壓 直接被他施壓 然後抽掉這則新聞 先強調被抽掉新聞 這不是一個罕見訊息 以前的有限 包含現在的有限電視台 自民進黨上台以來 被要求抽新聞的 改標題的 換內容的 節目的來賓要被指定的 多了去了 對吧 這隨便問一個在節目線上 有在做政論節目的 有在跑新聞的 記者大概都知道 就民進黨執政以來 對新聞的這種嚴格的掌控 無孔不入 我就舉個人的案例 有媒體採訪我 就寫了一個 但也不能講很具體面的 這個記者被找麻煩 反正就下了一個標 下了這個標 沒過多久 官方單位 就是政府部門 直接打電話 給他老闆 要求改標題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 那想必是衛福部吧 不能講 是不是衛福部都不能講 但衛福部也很多 過去我們從記者朋友 聽到的案例 那就更多了 但他也不是什麼不實報導 都不是 都沒有不實報導 所以政府公家機關 要求電視台置入話題 撤換標題 然後或者是指定來賓 然後要求抽掉什麼新聞 這個都不是什麼 這都不是新聞了 但今天最離譜就是 你溫博宗 你本人 你利用你NCC的職責跟職權 然後來處理涉及的新聞 這就是以權在謀私 所以給你權利 你不是很公正的在處理事情 你就完全在做自己的利益 在做自己的事情 這樣當然就是什麼 就狗關 就狗關 那說這個會不會有公然五路的問題 我覺得前面講得非常嚴肅 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前面基隆 這個霸梁 有一個梗沒有講時代太可惜 什麼呢 自己為摳 對我覺得霸梁團體 是一個怎麼樣的團體 它其實會讓人在精神跟心理層面 感到難堪不舒服 甚至會造成損害的一個團體 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這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民進黨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在野黨就講說 民進黨就是選輸了 所以這個就想要重新選 所以才搞霸梁 民進黨跟霸梁團體站在一起 結果民進黨就憤怒了 說這叫做公然五路 民進黨覺得 你說我跟霸梁團體站在一起 叫做公然五路 那表示他覺得霸梁團體 是一種五路 對不對 所以霸梁團體 就給民進黨的感覺 就是會讓人在精神心理層面 感到難堪不舒服 甚至會造成損害 這就是霸梁團體 民進黨給予它的最佳助角 我從小到大 事實上都在進行防曬大作戰 所以身為防曬達人的 我特別推薦大家這一支 這是中天新推出的 CASE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它裡面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榨藻直萃 這有藍光神對的美稱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禦環境裡面3C產品 對肌膚的危害 那同時還有含黃金海藻 這樣的成分呢 能夠抵抗肌膚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來清爽不負擔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適用 孕婦也可以擦 所以在這邊我誠摯的推薦給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CASE皇家呵護 藍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就先感謝我們